一年沒出國 臺灣民眾也快要被門壞了 原本和零確診的帛琉 要吹出旅遊泡泡 當時說最快下個月就會成行 不過現在可能告吹 今天衛福部長陳時中和總統蔡英文 出席全球健康論壇 受訪的時候都說 因為帛琉的醫護 對於我們入境旅遊的防疫有疑慮 因此還在討論當中 面對記者提問總統蔡英文 只有微笑點點頭 和衛福部長陳時中出席 全球健康論壇 也上臺致詞用英文分享 臺灣防疫有成 儘管守住邊境本土無確診 但和帛琉 潘旅遊泡泡似乎碰壁 雖然初步規劃限制中華民國國民 排除半年內有出入境記錄 及兩個月內曾進行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 自主健康管理的民眾 在當地團進團出 至於進帛琉直接晚 反臺後的檢疫時間還沒共識 有旅行社業者透露 因為必須採包機形式 過去帛琉團大約兩萬五到四萬 價格可能翻倍 不過從帛琉泡泡消息出來 已經不少民眾來打聽資訊 但要出國玩雙邊防疫作為 要先有共識 華人新聞一尾尾尾尚 黃瑞的印太報道